这婚事早就该办了 从今以后 你就把金若仙当你夫婿看待 我不要 什么 松儿 女儿也曾经跟父亲说过了 女儿 要嫁给自己想要的夫婿 小子 你现在在说什么 拜托大公子小声一点 好 但是 你说要把月儿怎么样 大公子您不是 这些日子想得到她 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吗 明日傍晚日落实 有人会将那丫头带来 公子只要准备好一间房子 在那房子里等待就行了 此事有这么简单吗 是 这是当然 有个叫春兴的奴婢 会将那丫头骗出来 之后的事 全全看公子打算 想要怎么 就看公子想怎么对她了 好 好 这是当然的 倘若公子先要了月儿的话 要了月儿 小人想的丫头应该会 放弃那门婚事 是 是吗 忙是件好事 但不要做些白费心机的事 梁伯那个人依我看 他本来就对你没意思 你就忘了他快醒来吧 是 小姐 梁伯他亲口跟奴婢说的 他说他对月儿那丫头有意思 那丫头 那丫头是怎么勾引她的 梁伯竟然对奴婢说这种话 他胆敢勾引梁伯 没得梁伯贵迷心俏的 奴婢绝对不会放过那个丫头 大哥 怎么了 今天真的喝得非常醉呀 的确是很醉 我好像很久没有喝得这么醉了 喝得真多 不过大哥 方才 那个叫真哥的家伙 怎么了 你们出去说了些什么 你知道要做什么 总之明日傍晚 会发生一件天大的好事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会发生一件好事 该不会 跟月儿有关吧